这是一个原装小日子的插牌 边面均匀还有磁铁 拆开里面看结构 它的负载功率比国产的要小 但是它里面铜片 却比国产的要厚两倍 大家好,我是光头集电 我这里有两个插牌 一个是日本原装的 一个是国产的 那么它们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参数 日本插牌最大功率1500瓦 最大乘出电流15A 最高电压125V 因为在日本 四电电压是110V 我国的四电电压是220V 再来看看五国的 最大乘出电流16A 最高功率是4000瓦 最高电压是250V 所以经过对比我们发现 这两个插牌的最大乘出电流 基本一次 一个是15A 一个是16A 我们两个都拆开 让大家对比看一看里面 这个日本插牌后面有两个磁铁 使用的时候 方便放置 国厂插牌的使用的是一型螺丝 拆卸的时候要专门买一个工具 还要拆一下才能看到里面的铜片 再拆一下 把盖子敲开 拆开后 大家对比一下铜片 这个日本插牌的铜片 比国厂插牌的铜片也厚很多 大家看啊 左边的是日本插牌 右边的是国厂的插牌 铜片比国厂的明显厚了很多 那么 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这个日本插牌 它的铜片 比我国的厚了那么多 为什么它的最大承受电流 却只有15万呢 它的最大功率 也只有1500瓦呢 而国厂的最大承受电流 16万 它的最大功率 可以达到4000瓦 这里面主要和电压有关系 日本四电电压 110V 中国四电电压 220V 大家知道 电压和功率之间的关系吗 我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 就明白了 假设这里有一个 2200瓦的用电器 我用110V电压 给它供电 再用一个 225V的电压 给它供电 根据电功率的 计算公式 P等UI 那么 我用2200瓦 除以日本电压 110V 得出 这个用电器 所下后的电流 是20A 这个电流 比15A的电流大很多 所以 这个插把 就用不了 2200瓦的 这个用电器 同样 我用这个220瓦 除以中国电压 220V 那么 得出的这个电流 也就是说 这个用电器 所消耗的电流 是10A 它比插把 16A的 最大程式电流 还差得很远 也就是说 还有6A的余量 所以说 这个小日子 15A的插把 在我们国内 使用的话 理论上面 是可以当做 30A的插把 使用的 而反过来 我这个中国16A的插把 如果拿到小日子 去使用的话 却只能当做一个 8A的插把 来使用 所以 我们通过这个插把 的支持 我们就知道 相同功率下 电压越低 负载上面的电流 就越大 当然 反过来 如果电压越高 那我的电流就越小 在我们生活当中 工厂里面的 这个电焊机 就是使用的 这种原理 低电压 大电流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电焊机的原理 请别忘了点赞 关注 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